这就是一个新小区 这个小区就跟我说我挺喜欢挨的特别近 也就半卖 再远半卖那么一点 然后我认为这个房子挺好 就是贵 这个要13万多 13万4 它要13万4 我估计还能讲一下 讲到 但我认为这房子好像 比我看的绝对有特点 你看它这个落地窗 这是两个车库 双车库 你看它这房子这样 这是车库 这是放了洗衣机的地方 红干机的地方 然后这是锅炉 然后它这个屋进了以后左转 你看这是一个大屋 挺亮的我觉得 然后这儿 这块可以挂电视 这是一壁炉 我觉得这个房子的地理位置 和价位都挺好 而且这个看着质量也不错 看 问题就是 你看这个屋 吃饭的厨房 这屋也挺大的 问题现在就是啥 问题现在就是 稍微贵一点 然后地板 这已经颜色已经弄上了 这是大厅 然后这个是主卧室吧 我看是不是主卧室 好像 这应该是主卧 这里火车道有点近 这是主卧室 然后进来洗手间 洗手间再进来 往里一走 好 灯了 算了 往里一走就是割衣服的家 这边 还是这大厅 挺贺了 然后这是个 哥吃的小厨房子 这是一个洗手间 这是另一个 第二个洗手间 然后 这是第二间小老师 这是换衣服厨子 这是另一间小卧室 这是另一间小卧室 第三间 第三年卧室 然后没了 哎呀 挺好 先拍到后边 后边也还行 它那房子是三百万一大房子 那块 先拍着看吧 那是三百万一房子 很强的 它这块后边它是可能还是要修 它还要建房子 后边这一片大工地 这是后边 这根小后院是什么 也还行 看 这么着 再给你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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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